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一数数认为人十年为一次总体运势 因为我们的时间是由天干计算管辖的 天干十个所以十年为一部运势 故人从出生到死亡 正常情况下总要经历六七个运势 说明长久的会经历十多个运势 但人对天干的运行对大运的交替是无知无觉的 因为天干运行的时间往来是客观存在自然发生的 只有自己回头看的时候才会后知后觉 所以面对不同的运势 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是很难做出躯避的 更有甚者不知急凶祸福自招的道理 做出许多恶事错事 最后导致大运凶恶 真叫素恶莫逃 小将之提醒将友们 下面四件招灾损服的事 你最好一件也别做 1.衣服别乱穿 现在特别年轻男女和儿童的衣服 会在衣服背上印有各种人头 骷髅象或者鳄鱼老虎蛇等图案 大家想一想 整天背着这些凶恶的动物图案 人的运气能好吗 这些图案所散发出的气场 轻者会让人身体不好 工作不顺 重者还会造成伤残和伤病 记得有一个小伙子为了追时髦 她的衣服上印有人的骷髅头 当时我告诉她 这种衣服穿着不急 千万不要再穿了 她的父母也反对 她穿这种不吉利的衣服 但她不听 后来她的父母来电话说 她儿子被汽车撞死了 还有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衣服上 不是老虎 就是鳄鱼和蛇之类 这个孩子平时不是这里不舒服 就是那里不好 吃药也不见效果 瘦得像电视里的非洲小难民 甚是可怜 后来我对她的父母说 不要穿这些鳄鱼老虎的衣服 孩子身体就会好 他们听了我的意见 孩子身体果然好了 有些人晚上睡觉会有梦遗 或者轨道精气的现象 却不知为何 其实这与他们穿的内裤有关 有些人买的内裤上面 应有动物的图腾 到了晚上睡觉 就会有动物之魂 附在内裤的图腾上吸精气 所以内裤要避免出现图案 二 头发别乱染 人头是山 头发是草木 一座山 如果是山清水秀 比旺丁旺财 如果一座山的草木都枯黄了 那说明这座山里没有生气 就会影响人的旺气 不利于人们的居住 人的头是人所有行为的总指挥 为象山 一个人的头发黑黑的 称之为秀 其人的运气一定好 但有的男女为了追时髦 追求个性 把好好的一头黑发 染成黄 金黄 褐色 红色 这就像山上的草木枯黄了一样 会让人身体不好 运气不顺 甚至会出凶恶之事 特别是染红发者 更是凶多吉少 不是劳逸 就是凶灾 恨火不断 有的人还和我争论说 很多外国人头发都是黄色 金黄色的 不都活得挺好的吗 但是他忘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都有一方之规 他们的国土必生黄发之人 养黄发之人 固有利 我们国土生黑发之人 养黑发之人 必有利 但你违反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规律 必然不利 三 纹身 别乱纹 现在很流行纹身 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 我之前有一个同事 在身上纹一只老虎 与青龙在斗 他纹约一个月后 因为打群架 背叛十年行 鼓语有云 龙争虎斗 同时将龙虎纹在身上 岂不招来狠祸 身上纹有动物图腾 容易会招惹 动物邪魂附身 做主怪并齐祸 还会影响 引导人 坠入 畜生道 因为动物本来自畜生道 我还听说 一位开过纹身店的朋友说 他有一次遇到两个女孩 来店里闻一朵小红花在印堂上 不幸的是 这两个女孩 刚闻好出门过马路 双双被汽车撞死了 此后 我那位朋友 纹身店也不开了 他跟我说 纹身这事很邪门 不要乱闻 人的印堂 号称命宫 古人说印堂发黑发红 是倒霉的象征 怎么可以在印堂上闻图腾 这不是自取灭亡吗 有些人在身上 闻诸佛菩萨 即咒与佛经 要知道 佛法僧三宝 虽然代表着吉祥如意 但不可闻在身上 因为佛法僧三宝 在世间最为尊贵 把佛法僧三宝 闻在身上 有不尽三宝之嫌 比如人上厕所时 身上的佛菩萨圣像 也跟着你上厕所 你有不尽行为时 你身上的佛菩萨圣像 也跟着行不干净 你杀生吃肉 身上的佛菩萨 也跟着你杀生吃肉等等 以上行为 视为大不敬 四 脸别乱动刀 现在女人为了获得 更好的面部特征 通过各种整容方法来得到 但是每个人的面部特征 随着年龄 生活习惯的变化 本来就会带来一些 不一样的变化 若是强行进行整容 只会带来一时的美貌 而很难有长久的保持 甚至会破坏 自己本来的运势 尤其是以下四个部位 千万不能调整 会影响自己的运势 一 开眼角 所谓的开眼角 就是指眼角扩大 看起来非常的吸引人 眼睛看起来也会更大更亮 但是开眼角 一定要保证 眼睛与面部的比例协调 若是开得眼角过大 反而会导致比例失重 看起来非常的精气神 缺少活力 增强 孤独感 会削弱做大事的能力 也会增加日后发展的难度 反而是坏事 二 龙鼻 在相学中 我们常说的龙鼻 就是垫高山根和鼻头 鼻梁骨 但是在面向中 并不是说鼻梁山根越高越好 只要能够达到面部协调 与印堂相连就行 若是过于加高 则会看起来非常刻意 而且还会影响自身的财运 鼻子过高之人 在性格上面会更加的急功近利 做事比较急躁 反而容易失败 看前看得过重 会削弱自己的运势 在事业上的发展 也会非常的不顺 反而没有太强的财运 三 削减下巴 下巴位于面部的夏婷 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晚年运势 与财富的积累能力 但是下巴长得饱满油肉 会带来非常不错的财运 蓄财能力比较强 不动缠也会非常多 下巴油肉都能兜财 晚年的运势也必定不错 但若是把下巴削减 不但会削弱自己的财富 而且减少削弱财富的能力 个人的服运非常的弱 财力不强 与家人和后代的关系 也会非常紧张 四 削骨 所谓的削骨就是指 把面部突出的骨头给削掉 让脸部特征看起来非常薄弱 却少了蛮横感 这会对自己的面向 有非常的影响 不但有损自己的福德 还会影响非常大的发展 虚弱自己在性格上 在事业上也很难有发展 一辈子成就不高 终晚年运势破败 没有什么过硬的发财本事 要知道万物都有磁场 磁场之间是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的 有什么样的形状 必然会有这个形状 呈现出来的气场 比如 一幅有牡丹 天仙 凤凰的图案 就会呈现出一种 喜庆其向的气场 人们就愿意接近 和想要拥有这幅画 反之 如果画的是妖魔鬼怪 骷髅头 或者是凶恶的动物 就会让人紧张 躲避 世上万事万物 都存储着 己胸的信息 用疾则疾 用胸作胸 这就是事物的自然规律 我们有必要 也必须去遵循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匠之 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匠之会继续 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令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